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继续画这个葵花 这里我们上周已经开始了一点点 来我们重新看一下 然后我们画底的时候 那个颜色要稍重一点点 然后画第二层的时候 最好在那个底下那一层 两个花瓣的中间画 对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样子继续把别的花都画完 对今天的花不会有太多的细节 因为我们已经花了太长时间 在那个花瓶上面 然后以后我有机会的话 我会画一个比较近景一点点的 因为这个花又比较小 所以就加不了那么多细节进来 好 这里我们调一点深色 画那个花心的部分 对 选择刷子你自己看你画的多大 好 如果你的画是比较大的 你可以加进来一些细节的 把这个花瓣画得分明一点点 就是给它画一些个很细很细的线进来 这样子 没关系 将来我再做一个比较细进景一点点 会详细的把花瓣分出来 好 这个你可以自己花一点时间加上去 也可以 没有问题 那以后的进景的 我会选一些不同方向的 然后有的是刚开的 有的是画固堆的 这样子会学到更多的细节 好 那我现在用原本的颜色加一点点绿色 调成稍有一点点绿色的感觉 然后我画的方式是点点点的圈上去的 不是一下子画个圆而已 好 这个点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换一大一点点的刷子 我们要调点绿色画叶子 这个叶子在哪里画 你自己看看你的画 在哪里画比较好看就可以了 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到花的部分 我们会再加上去一层 然后这样子会看起来 把那个画叶子前后的位置定下来 好 这叶子我们就画上几层 然后给它分明有深色有浅色的 有叶子的纹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把深色画完之后 调一点点浅色 对 就这样子涂一下 然后你看好 两个那个叶子要分两个方向画 然后要一笔一笔的画出去 对 就像我这样子 然后你看黑色的中间的还是要留着的 然后我们会加上去一些细细的纹在中间 这样子之后我们要调一点点浅色 你可以加黄色 对 它可能鲜艳一点点 没关系 这样子我要把翘起来的部分 叶子翘起来的部分画出来 所以你这点上注意看我把亮的地方放在哪里 好 然后叶子的大体形状就勾出来了 好 也是这样子加一点点 但是我们下面的颜色还是要看得到的 好 不要全画上 加上去一点艳丽的绿色 好 然后一会儿我会回来加叶子的纹路 用细笔 这里就不说了 我们你画自己的时间去加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今天叶子就不要画太多的细节了 我们就这样子 然后我要再加上了一点浅色 当它的那个亮光点是比较鲜艳一点点 我加的是黄色 对 你看这叶子就感觉好看一点点了 好 那叶子我们就这样子了 记得在我们画画的过程里 没有什么样子是完成了 画好了 那只有什么时候你觉得已经画的可以了 你觉得这样子就可以结束了 好 这里我们要加进来一些鲜艳的颜色 好 这层下来基本上哪个花在前头 哪个花在后头 那花叶子的位置就大体定型了 所以这里要画的慢一点点 然后你自己选择哪一个花是在前面的 哪一个花是被挡在后面的 好 这里我们就小心一些 把这些花都定出来位置 好 把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画 然后我们也有不同的追求的结果 那你看我的视频就吸收一些画画的技巧 加进你自己的想法或自己的方式去画 这样子就形成你自己的一个style 好 你看这里加完这个鲜艳一点点的颜色 就比较像葵花了 好 对 然后我们要调一点点橙色 再把那个周围 花心周围到叶子中间的部分 稍加深一点点 让它自然的拉出去到叶子那里 好 然后这样子 对 好 这里我们稍调一点点不同颜色 要把花心的那个感觉给画出来 好 就是分开 把花瓣和花心的那个分开 这样子让花心更立体一点点 好 这里我们调一点点深色 然后把花叶子给它画得分明一点点 对 把花叶和花叶之间的那个不同颜色感 给它画出来 这样子就会分出来哪一个是一个叶子 好 对 这个我画的这个幅画非常小 这里是放大了的 所以就不要加进来太多的细节 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花很长时间去画那么小的细节 所以如果你画的话是大幅的 那你就可以花时间去加一些细节进来 好 那这里要注意一下了 我现在是把它换成深色 然后我就是用点点点的方式 在咱们刚刚画的那个不同颜色的部分 给它点上一点黑色 我们现在是要加进来花心的那个感觉进来了 所以我们要加 对 再加一点点红橙色 对 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这个画上去这幅画就活了 好 注意看这里 我用的是比较亮的黄色 好 就是点点点着点一下那点一下 不要一下子都画满 好 然后我们就点出来一些 然后你可以画一些小小的线 就像这里 好 这样子画下来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花心的那些浅色的感觉出来了 是不是很不同了这幅画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画到这里了 希望我的葵花带给你好心情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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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